来 周宇你好 安安几岁哪里人 30岁 北京人 就像上次直播说的 之前在台湾交换过 所以这个问题就又很可以聊了 尤其是今天说的这个强里强外 强里强外 强里强外嘛 对不对 如果从舆论的这个角度讲 在Dcar上跟台湾网友 包括在YouTube上跟台湾网友交流的时候 很容易被呛的就是一句 就是你本来是在讲道理嘛 本来是双方在互相介绍 就是各自的观点 各自的立场 但是呢 容易有一些不太理性的 网友这时候突然跳出来 直接就用一句话 把你往吵架的路上逼 这句话就是 老公让你翻墙嘛 你为什么翻墙来这儿 然后这句话说真的 就很破坏双方的理性交流的气氛 但怎么说呢 我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讲 台湾的网友也可以感谢一下 老公把墙建了这件事情 因为说真的 如果墙真的不建的话 我估计像Dcar的这种 台湾大学生论坛就会被攻炸了 对啊 所以我今天举了 那个黑豹瓦干达的例子 他建墙不建得是要阻挡 他自己内部的人民 他是要保护 要保护自己 而且从这个人数的角度来看 台湾网友也可以暂时 先稍微感谢一下 有这个墙的存在 要不然真的会被拖毛喷死他 我相信如果就是以人数来讲的话 那如果对岸把墙都开放了 因为现在能够翻墙的 我上次是不知道问你 还是问哪一位网友 好像说也不到10%嘛 也不到10%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以我的看法来看的话 大概就1%可能都没有 啊 这么少 你们翻墙是很难的一件事吗 不是用VPN软件 翻墙本身不难 但说真的我觉得这有两个因素 有两个因素 第一是首先就是VPN虽说不难 但是它毕竟还是个操作 所以说你要设置 然后你要就是不管是购买 还是怎么着 会稍微麻烦一点 这个步骤确实会筛一部分人 然后第二个主要因素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中文圈的这个问题 换句话说 你像推特或者Facebook 作为一个大陆人来说的话 你去那上边 如果不是像那个 我们这种对时政比较感兴趣的话 其实上推特或者脸书 没太大必要 说真的 如果是大家都是 纯粹是为了开开心心 娱乐一下的话 说真的啊 B站还有抖音之类的就已经够了 够了 这种被称作奶头乐 什么东西 奶头乐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有点像婴儿那种 因为抖音 我虽说没怎么用过抖音 但是我知道抖音一刷 一下子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虽说它那视频有长有短 其实很容易让你上瘾 对 很容易让你上瘾 这是翻墙 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缘故 我估计在大陆网友眼里边 可能也会觉得台湾的普通人 都是政治狂热的那种人 因为大陆这边接触到新闻 可能是台湾的朋友 一天到晚都在搞选举 一会儿就合一 然后一会儿大选 但我了解的情况 因为我也去交换过 其实大部分人政治 至少我感觉台湾人 其实政治冷感比较 就是比较政治冷感 而且在远安议题上 在两岸议题上 我感觉是每到一个时刻 就会被激起来 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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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仿佛被激活了一样 在冬眠中被激活了一样 这个是我的感觉 因为我有一个数据统计 就是在Dcar上 它也是分版的 就是每一个版 有时政版 然后也有什么影视版 就是就跟大陆的论坛一样 各个版 其实你如果看那个 每天的这个各个版的发帖数的话 时政版的发帖数不高 相比于这种 总监讨论两岸的这种统主议题 或者说是 这种严肃的政治议题 大家没那个心思 就是讨论政治议题也挺累的 我觉得不是政治冷感 因为怎么说就是 你要这样讲也是啦 就是直到选举的时候 然后就会被操作起来嘛 对不对 啊问题是台湾选举超多的啊 台湾 对啊 对啊 每两年就有一支选举 然后很多议题中间 选举前一年就已经在热身了 所以你说 这倒是 对啊 所以其实 对啊 所以其实怎么讲就是 选举太多了 不是很好 我这也是 我就接你到这里了 谢谢你call in啊 谢谢啊 行 谢谢你啊 周瑜 谢谢你 来那个没有毛 没有毛 你开麦啊 没有毛 我开了 好 来安安几岁哪里人 我吗 不然是谁 我上次有上过您节目 然后 我后来看一下视频被骂惨了 就是 我忘记了 反正我上次过来 然后我是 我有说吗 我是安徽人 对 28岁 对 然后 就说了一些 我党不好的一些言论 然后被 很多人骂惨了 然后 很多人骂我是轮着 哦 我想起来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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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我也被 我也常被骂啊 我被骂 清 那个舔共 跟被骂台独 我都有啊 好吧 反正我觉得我们这种人还挺难 挺难那个的 就是因为 没关系 你就发表你的意见嘛 这个 这个OK的 首先的话 我是翻墙这个事情的话 我是在国内上大学 然后 毕业之后回国来 在科技一类的公司工作 然后我们 其实公司的话 我们公司有买那个 买一种路由器 我不知道什么路由器啊 就是它直接可以翻墙的 对 对 然后其实我身边大部分人 我看 上过大学的吧 我身边我接触的那些人 基本上都会翻墙 其实它是一个挺简单的东西 这个 大家就不管你去看YouTube 还是什么 其实很多 我身边很多女生 她无所谓关心政治什么的 她也翻墙去看一些 日本什么一些东西啊 动漫什么的 对 然后我是 之前很多人说说 那个设置墙 对我们中国有好处 这个我真的没看出来 有什么好处 我可以说一些不好的地方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OK啊 你尽量讲啊 像我之前在国外读大学的时候 我国内有那个 有朋友他在读大学吗 他其实我觉得对于国内那些读大学的做研究的阻碍特别大 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好 但是好像中国是一些顶尖的大学 好像我听说是可以 但是也没几个大学那种顶尖的 你说可以翻墙是不是 可以直接上到国外的 连外网 我是安徽人 了解了解 我是安徽人吗 我们省最好的大学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我听说他是可以直接上国外的那个的 我们那个中国共产党对那个学历比较高的这些人比较放心嘛 就是说他们去国外看一些东西也不会担心你去造反啊什么的 因为这些人他不会做那些事情的 那你觉得你在找资料的时候你受到阻碍了是不是 我还好 我之前在国外读的 我朋友叫我帮他去 那你为什么觉得强是不好 如果你没有受到阻碍的话 强很不好 我在国内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出发点来看的 我就是中国人 我很爱国的一个人 我想我们国家变得更自由 更民主 更强大 更非常好 被人家所接受 其实我觉得我们国家政府可以自信一点 连越南这种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上那个YouTube跟Google等等 Instagram都可以 你自信一点嘛 像我不知道你们台湾是不是知道中国大陆有一个叫李子柒的一个做YouTuber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我的神呢 他一年点击率可能赚几百万吧 上千万 他是神啊 我觉得子柒是我的神 我觉得我做不了他这样了 因为我们的那个形态不同 但是我可以从他影片 当然他是有团队的 我是个人嘛 这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从他的作品里面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用心 他用画面来说故事 那我是要用嘴巴说故事嘛 那所以我就天生有局限性 那他用画面说故事 所以他可以跟全世界去沟通 用他的画面去跟全世界沟通 而且他画面呈现真的很美 很漂亮 很厉害 其实李子柒才是中国最大的大外宣嘛 你看那些老外那么喜欢李子柒 你通过他来了解中国大陆 这样美好的一个生活状态不好吗 那个在云南的偏乡小镇 我们的人民生活得这么好是吧 就不要自我设限 然后怕被别人看到我们一些东西 你自信一点 然后把最真实状态呈现给 我们也没有那么差 是吧 我说真的 我们中大陆的确不是 而且我们发展的非常快 我是很有信心 我的论述有一点跟你像啦 但是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因为我今天我竟然举了 那个瓦甘达的例子嘛 他一开始他建那个墙 他是国王为了要保护自己的人民嘛 但是其实你当你对自己的 那个国家有个自信了 而且你觉得你可以走出去 你也有这个责任去走出去 让大家认识你 让大家知道你 所以其实我觉得 就是在电影黑豹里面就是这样 其实鱼者才建墙啦 智者他建桥梁 那尤其是如果你真的 你要让这个世界知道你们的真相 你就必须要走出去 你就必须要建桥梁 所以有这个墙 那他当然有他的好处 那他现在的坏处就是 就是会阻隔 阻隔你跟外面的世界嘛 那这个本来就是这样了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边应该很多人出国嘛 其实我们很多出国的人 我们作为中国大陆人一出去 被很多外国人都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比如说你是不是吃狗肉啊 你们是不是生第二胎的时候会被什么 政府来把你弄死还是什么 我不用问 我找一些刻板印象了 对 对各种刻板的印象 其实我是觉得是没有那样的 如果我们是一个开放的话 我们很多东西就不用我去跟他解释 他知道我们是这样的 我觉得可以以一种自信的态度去面对 我觉得倒可以 我个人 我个人觉得也许在舆论上是可以开放 政治上不需要被影响嘛 越南他也是 政治方面 对政治上面继续维持的状态吗 但舆论上 是这样 你说那个政治方面好了 我举个例子给你 就是我身边其实那个后来有接触一些刚从国内出去读书的一些大学生 交换习惯什么的 他们其实出去之后很可能百分之八十的人就是以前讨厌比如说什么美电什么的 出国之后会更加看那些东西会更加的讨厌什么的 我本来以为说他们出国看了那个八九六四的那些视频后会对我党有一些不好的评论 但是我接触很多人他说看那个片子完了之后那些纪录片之后 他说这个邓爷爷当年啊邓小平爷爷当年做的是对的 对国家真的是有贡献的 他很支持 那你觉得呢 我个人觉得的话 其实我觉得吧中国那个时候还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其实发展还是还需要发展的 但是那些学生也没有错 因为你发展到那个阶段的话 其实中国大陆未来以后还会遇到这种问题 你的当你的中产阶级起来以后 他们会想要更多的权利 这个是很正常的 我觉得他们两方面都没有错 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死人什么的 但是死人丑是不好的 其实对我也这么觉得 我比较 对但是 你不要怕啦 你怕什么 是我的频道我才怕被喷吧 你怕被喷干嘛 别怕啦 想讲什么就讲 我挺怕的 这里面我的头发都不是说 我都要喷我什么 这有什么关系 你被喷完你换个名字上来 你下次变个上海有毛 你再上海就好了 对不对 你换个名字就好了 对啊 不像我被喷了我就在这里 我就一直被喷 哪有差 怕什么 对 好啦好啦 那个没有毛 那我们就先讲到这样了 谢谢 那个时间有点长了 好不好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好谢谢 阿易丁你好 你说安安几岁哪里人 三十五 新疆塔城 新疆塔城 新疆的朋友各位 这位还是新疆的朋友 也是老朋友了 来 阿易丁你说 我今天我有认真在听你讲这个就是这个墙的问题嘛 对 他主要是还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 嘿 我们讲这个民主自由和这个我们说你们讲我们是集权吗 对 说是这个中国特色这个社会主义 对 我觉得它是一种两种意识形态的一个对抗呀 所以说这个墙就是避免着这个两种意识形态这个直接的这个冲撞 这个民主自由 它现在就是我国个人认为它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民主自由 特别是这个美国的社会这个民主自由 它建立的一个基础就是人绝对的理性的基础上 绝对理性 对 对 人就正可以通过他自己的做出正确的判断 是 它是一个绝对理性的状态 对 但是你现在看 其实我们包括我们看这个聊天视 包括我们和这个台湾人交流 我觉得人肯定不是绝对理性的 对不对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很多的话它都是情绪性的 然后它会煽动 就是说我 因为我讨厌你说又说 我选另外一个 说因为我不喜欢你说一说我要偷他的 你的这个对手 对不对 对 这会造成了一个 这就是说民族制度这个造成现在这个分裂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现在这个分裂 就是以前没有那么明显 为什么现在这个那么明显 这个造成这个分裂 最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互联网 互联网 互联网 我为什么说互联网这个墙是有必要的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现象是不是 你现在在讲台湾的这个现象 是台湾的现象 还是美国的现象 还是其他国家也有 对对对 也有这种现象 就是说它会互联网 为什么说互联网 互联网它 它这个很关键 就是说互联网上的信息 它都是我们讲是碎片化的 是我刚刚讲过碎片化的 片段化的 它是一个片段片段片段 你比如说我其实 我很早的时候 我刚来这个国外的时候 然后我经历的时候 比如说我会听那个 就是网上有一个 就是反共的一个叫新浩年 还有很多包括 这个早期的时候 那个袁腾飞的那个 那个说法 就是我有时候我一听 它蒙的一听 我共产党怎么能 这个样子 这个真的是太讨厌了 怎么可能这个样子 但是你踏实的话 你细致的去做研究 就是说它得到 它那个评论 是它依赖于哪些史料 它得到它那个评论 然后它做这个研究 和别的人做的研究 有没有差异 有没有这个证据的 一个补充链条性 就是你得到这个 但是我们普通人 不会去分析 这个背后的这个东西 背后实际的 就是现实上层面 发生的东西 你可能你只能看到 一小部分 但是它就把这一小部分 给再炒出来了 对啊 对吧 互联网都是这样 然后我 对中国这些 一个一个小碎片 然后我就得到一个结论 共产党不好 共产党非常非常讨厌 这也是现代社会 大家的就是生活的现象 因为大家的时间是片段化 所以讯息就碎片化 大家其实时间就是 一下子 一下子的时间嘛 很少有大家有 会收集一个整块的时间 然后去做一件事 大家都是 这一下 有机手机 一下拿起来 一下 一下拿起来 一下 所以时间的片段化 就是讯息的碎片化 我们进入互联网时代 我们就是说在互联网上 通过这个大数据的计算 为什么说 你们不愿意 你们其实可以看到大陆的文章 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去看 因为你们在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形成了一个既有的认知 我知道 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不主动去搜寻资讯的 大部分的人都如此 尽管你看到了你可能本质上就说他在说护话 然后他在胡扯 他在吹牛 对 或者是他在怎么怎么样 你就是说你本质的你就讨厌他你就不想看 对不对 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认知偏差 就是人本来就是不理性的动物 这也是惯性了 大家会 其实有点像舒适圈的概念吗 我在这个 我的这个资讯的习惯的圈里面 这个就是我的舒适圈 我不会去走出我的这个舒适圈 一般人是不会的 互联网上就是给你推类似的信息 就是时时刻刻在给你推类似的信息 这不就是这个通文程吗 对 因为你喜欢看这种信息吗 所以说我一直给你推 然后你就会一直看 对不对 对啊 对啊 这个通文程 而且现在网路那个他他运算很厉害 他会知道你使用的习惯 他会推一些东西给你 那之前也讲过嘛 像像那个什么很多网路公关公司 他他也会针对你个人的使用习惯去攻击你 我说资讯上的攻击 他会送一些 他觉得比较对你胃口的一些资讯 然后去影响你的政治偏好 投票习惯 就是强的必要性 就是他能够过滤到一大部分他没有这个独立的分析能力的人 你还没有得到收入的信息之前 你不要随便做判断 我看可以 但是我不要就是说共产党不好 或者是共产党就是个坏蛋 或者是共产党就是100%好的 你现在不要做这个判断 我就是多得到信息 阿易丁 阿易丁 我讲 你讲的这个我认同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两面认 当然 你往好的想是这样子 他不要让一般的没有办法判断老百姓 他去这样子去得到这些碎片化的资讯 现在这个时代 但是另外一块去想 就是说那统治阶层 他就可以控制老百姓的思想了 这是其实这是你怎么看这个事情 像台湾就会比较往另外一块去看 就是你们要控制老百姓思想 你懂吧 这个是两面认的 但是我又跟你说 我说共产党如果不把这些 我们说这些老百姓搞好 他的统治 他怎么能得到最大利益 每一个党 我们就是说 他总想得到最大利益化 如果老百姓得不到最大利 共产党怎么能得到最大利 这是一个本质 我们就说 我们说汉人的智慧 他讲的这个叫 威正以德 犹如辟入北辰 对吧 这位新疆小哥的汉学还真好 你要一直就是说喊口号 你作为一个老大来讲的话 你要一直喊口号 你喊出来什么样的口号 那是你的这个 就是说你喊这个口号 老百姓满意不满意 比如说我们要加税 因为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要打仗 因为什么什么样 那我觉得你喊这样的口号 那很多老百姓是不支持的 因为我们现在日子过得不好 然后你又再加税 然后肯定不行 对不对 对 他就说你共产党能不能得到最大利益 还是看老百姓能不能得到最大利益 我觉得它是一个这样的循环 那你刚才也说了 我说你说这个能不能监督政府 能不能这个不愚弄老百姓 那我首先我问 我们说你管理者在进行这个信息不对等的这个情况下吗 对 因为你的信息你和管理者的信息是不对等的 是 我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利益 对 对吧 那你这一小部分的利益 如果你的发生特别特别大的话 你会不会绑架政府 会 对不对 会 对吧 民主国家常常发生这种事情 它就是一个政策会被很多 那个叫利害关系人 利害关系团体 抗议啊 然后去阻碍这个政策执行 这个在民主国家常常发生 回到最根本的这个地方 我们回到了一个哲学问题 就是说你究竟你想怎么活着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其实这位新疆老哥 你讲到点上面了 其实我觉得这两种 就是比如说所谓的开放了 跟跟管控了 这两种真的只是看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而已 就是耳爱其羊 武爱其理 大家真的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不好 我也很我也很感冒 就是大家把那个民主自由 就好像变得是至高无上的价值 好像上帝耶和华这样 其实没有 我觉得回归到政治的根本 就是要让老百姓过幸福的日子 那这就是老百姓到底想要什么 什么要对老百姓是最好的 选举而选举 我们是为了生活的更好而选举 对不对 你们就觉得你们有选举权好像很优越 我觉得 但是不是为了 对了 我已经不喜欢我们现在这个民主制度 但是我没有反对民主制度 我反对美式的民主 我觉得内阁制相对来讲是蛮好的 这是你的观点吗 对我的观点 我很喜欢你的观点 我觉得是要改了 我觉得要改了 改成内阁制 就台湾 因为我现在看到我们的缺点出来了 台湾那个电影叫天能吗 我知道天能 我知道 然后那里面有一句 一句的重复的话 就是说 ignorance is our ammunition 无知是我们最大的力量 最大的力量 对不对 对 就是因为人是不理性的 所以说我们找相对理性的人 相对有经验的人 去管理这个国家 所以说我们的无知 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凝聚这个力量 然后我们还是要 就是正常的 就是回归到伦理方面去 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 我说这个中国的一个无论呢 因为你 因为我现在我觉得这个中国 无论这一块 就是传统这一块 做的还是不够好 因为你只有回归这个无论的话 就是说你才能让这个国家的人 在这个状态下感觉到幸福 就是我们不是说 我们生活的时候 我们不仅有钱赚 我们还会感觉到温暖 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说 为什么要回归这个伦理 就是我觉得这个共产党这一块 好像就是说 还是没有非常非常到位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政党 是完美的 你觉得他哪里做的 哪一块做的没有到位 现阶段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市场化了以后 大家就是说 按利益看来比较重 就是以前的时候 没有市场化的时候 其实 我们彼此是有政治信仰的 然后人这个和任何人的这个关系 没有资本的进来 其实按利益没有那么重 也没有那么多贪官 你所谓的市场化是什么样子 资本进来了 资本主义是不是 对对对 市场化以后 就资本主义进来了 结果我们说资本 就是在这个 我们说五星当中 它属于水 就是水 五星当中属于水 水是什么 水是砍卦 就是八卦当中的砍卦 你太夸张了 你连八卦 砍微线你知道吗 就是它会让人这个人性陷进去 你是新疆人吗 你 我不是了吗 对不对 厉害厉害 看书看的也比较多 新疆小哥 不好意思我打个菜 就是我知道 你讲的 你讲的这些 我不会否认 但是其实 有的时候 这是不同的政治主张 不同的主义 那大家其实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就是要为 要让人民过好的生活 只是说怎么样子 在社会实践上面 是真的能够达到那个目标 像以前大家觉得民主是最好的 但是现在好像觉得 有一些缺陷出来了 那发觉这个中国特色的这种模式 竟然闯出了一片天 那其实这个也 我相信很多 在西方人的眼睛里面也觉得 是不是要重新去审视一下 那到底是怎么样子 但是我觉得 我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 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不断进步的过程 我们现在去讲什么 什么 什么 什么主义 什么制度 是对人类社会应该是比较好的 我们大家是讨论 但是其实我们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的 但是大家各有各的立场 左派有左派的想法 右派有右派的想法 我虽然在台湾 台湾其实没有 没有左派的思想 但是我有点偏左 我讲真的 我个人的思想有点偏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又有点偏左 你怎么会知道 你感觉出来是不是 我跟你聊天 我能体会得到 对 但是台湾其实是没有左派的 这两个主义政党是没有偏左的 但是我觉得 我可能也是有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那个叫什么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而达人 什么老无老以及人之老 其实这些你必须要偏左 你才能够有达成这样大同社会 对 你如果都完全资本主义完全偏右 那个就猪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了 对不对 那个你完全 我觉得 对 它是一个是股价一个是让这个股价 就是资本进来了以后 它相当于血和肉 对 就相当于流水的血 人的身体要有股价 然后才有血 才可能正常的往前走 但是其实太社会主义也有不好 就是人性其实是懒散的 所以说我们文革的时候 完全就是说 那个社会当时就动不了了 因为我们没有资本的注入 就没有学业 这个人没办法往前走了 我们允许这个实际上话了 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拼分点 对啊 对啊 这个是大家都在学 其实全世界全人类都在学 到底怎么样对我们是好的 好了 谢谢 谢谢那个阿拉丁 那个阿拉丁新疆小哥 我们都快变成那个 那个学术论坛了 谢谢你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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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接下面这一位 沐浴之而成色 哦 这不好念 沐浴之而成色 OK好 来 你开吗 诶 杰克你好 好激动 诶 你好 我第一次打进来 竟然被接通了 诶 你好 安安几岁哪里人 啊 你好 那个我快要三十了 然后我是在那个中复长大 然后我 中部 台中吗 还是哪里 呃 对就相当于台中的中部 然后 不是你是你是对岸的朋友吗 大陆的吗 对对 那你 我有在台湾口音吗 对啊 但你的中部是哪里啦 那么大 你哪个省啊 没有 我是在那个江西长大 然后 对 因为我去年其实有在香港 就是经历 就是也不能叫经历 就是看到了去年的事件了 所以我正好今天就是 对 然后看到这个题目 然后想来说啊 想打进来 然后 啊 竟然被点名了 好开心 因为我 我想 我想让一些新加入的 能够有发言的机会嘛 我就看一些新的 新的 也不是说不让旧的讲 我旧的也有 我会balance一下 一半一半 安因为 就是回到 就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主题啊 就是我其实开始有听一些 就是呃 你对于之前大家的一些就是回复啦 然后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是就是不能还是不想为这个问题 不能也还是不不为也这样 对对对不能也还是不为也 就我自己是觉得目前还没有到就是很能为这个 你说是不能也非不为也是不是 呃或者说勉强可为 但是以现在的能力就是去做这件事的坏处是比好处要多的 所以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啦 就是首先如果以他整体的能力上来说 就是刚才我们其实有说到GDP是就是比较强大的 但是同时如果我们去看这个GDP的质量的话 他里面首先第一人人很多 第二就是他整体的产业还是 当然有一些很厉害的产业 比如说高铁这种 他因为本身国家市场够大 所以他技术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但如果整体来看还是在比较偏中下游 就比如说飞机可能目前还是只有空壳波音可以做到比较好 不然这个有很多了 就包括你海上的权利 包括你就是货币的权利 其实你都是没有的 然后所以就是在能力上来说 就是他确实走得很好 但是就是确实我其实非常 我其实整体就是我观点是比较同意那个 阿亚娜娜的观点 就是我觉得 阿亚娜娜 就是我觉得就是目前确实还没有到这个时机 就是现在做特别是就是在舆论上 就是中国在国际上其实没有他什么舆论的力量了 然后所以现在做这件事整体来说 是就是确实我觉得能力还没有到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好处和坏处的问题 我其实想回应一下之前有两个就是打进来的人 有说到就是关于有网有一些不方便的东西 这是肯定的 然后我只是想 有墙有墙 有一些不方便的东西 这是肯定的 我只是想说就是和说实话 我觉得能够就是有机会和捷克你交流的人 包括开始有一个就是打架的人讲到 他可能比如说是读IT 然后在美国读书 然后现在在做互联网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你们都是在中国社会的前百分之五了 至少 然后 小弟我也算吗 好荣幸啊 没有没有 捷克就抱歉 就是我说话的那个 没有关系了 我喜欢用你这个词来 没有了 把我也算进去 因为我觉得我是在跟全球竞争 你可以把我算进去 没关系 我也想知道我在 我在如果是以全中国的量体来算的话 我能够排到前几吗 如果真的能排到前五的话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莫大的光荣 但我不觉得我现在有这个能力了 好了你继续 我其实觉得整体台湾 虽然说经济有一些放缓了 但其实整体台湾的生活质量放在中国 肯定也还是排在前 我不知道百分之几了 但肯定是排在前列的 就是因为中国这么大嘛 就是对 就是我只是想说 就是比如说刚刚那个 就是做IT的小哥 他可能说他觉得 外国人对中国有一些误解 他在工作中有一些不方便 这肯定有 只是说就是中国人口太多了 就是14亿的人口 然后其实大家看到的只是北京 上海和深圳而已 就是很多的人口他们的生活的 就是质量其实确实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就是如果把墙放开 就是假如说中国在还没有ready的时候 去接受这个挑战 万一有一些什么 就是社会上不好的动荡发生的话 就是所带来的坏处是比 就是说现在有墙 就是可能说外国人有一些不理解 或者说有工作上有一些不方便 这种坏处是远远大的 就是这是我自己 就是对好处和坏处理解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说 就是因为说实话 理解这种东西是很肤浅的 就是两个主体去交往 最核心的还是最终的利益 就是你中国有这么多的人口 就是一方面 它会是一个巨大的生产力 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但是同时对中国本身来说 万一它没有搞好就是十四亿要吃饭的嘴 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使外国了解又怎么样呢 就是就是贸易战打起来是就是华盛顿的政治精英 在跟中国在打 这些人不了解中国吗 即使中国有墙 这些人还是美国相对了解中国的人 但是就是利益决定了就是他并不会说因为了解你的二胎的政策怎么执行的 然后或者知道中国并不是一个特别奇怪的国家 而就放弃他本国的利益 他本国也有几亿的人要养活 就是如果就是他就是放弃本国利益 那好就制造业继续在中国发展 那本国的人怎么办 本国人也要吃饭 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理解当然是就是非常好的了 只是始终没有办法就这个地球的资源就这么多 没关系那个江西妹妹 我大概回复你一下 你刚刚说到那个理解那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要区别 就是说你刚刚讲到比如说华尔街那些人 我不觉得他们会不理解中国 你有强没强他都理解中国 因为他们是精英分子 但是现在是说一般的老百姓 他真的比如说我一开头 我不知道你一开头有没有加入我 我不是有贴两个一个大陆网友的留言 然后一个台湾网友的留言 真的大家的认识天差地远 所以现在是一般人对墙内的世界 所以我也不讲墙里墙外 到底谁在墙里墙外 就是一般人对大陆这边的那个内部的世界 真的不理解 他也这也是人性 他也不会主动的去上墙内的一些 平台去看或怎么样 那他平常收到的资讯管道 就是他舒适圈来的资讯管道来源 所以就这个现象来讲 显然现在中国没有想要去改变这个现象 那至于你说精英分子 我觉得他们都理解中国是怎么样了 那你讲的这个是通的 就是跟他们一样利益沟通 是没错了 我现在讲一般老百姓真的不太理解中国的情况了 我懂你的意思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就是这件事要从两方面来看 就我自己感觉 就是一方面比如说就是墙外的人举例啊 就比如说是台湾老百姓理解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人始终还是一种动物了 就是可能是大脑就是进化出了比较高等认知能力的动物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 那对于就是墙内的人来说 就是他在目前就是还需要有一些比较基础的需求 就比如说最基础的 这些人要有就是工作 要能养活自己的基础 还没有完全达到的情况下 就是完全的资讯 或者说关于台湾 关于外界的资讯 是不是真的是现在的就是最高的优先级 这是一个问号 然后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就是就人脑毕竟是一个生物架构 他不是说一个精密的电脑 就你把所有的信息都给他input进去 他就可以得到一个就是正确的结论 就我觉得假如说人脑是一个硬件的话 那应该可能比如说高中或者大学以前的社会啊教育啊 会是他的一个软件啊 会形成他一个看世界的三观 就是即使现在大陆把墙撤掉 就是捷克你觉得会有很多人会因为没有墙这件事 而去更多的了解大陆吗 或者说他在看到很多大陆的信息之后 又真的是会以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去解读这些信息吗 因为人脑始终是一个主观的人质系统 这个江西妹妹我回答你的问题吧 就是我是这样看的啦 就是说我把人人就是 其实我们都是人嘛 我们平常生活习惯现在就是这样 大家打开手机就看一下 打开手机就看一下 那我们平常就是习惯用的几个APP 就是那几个APP 我们也不会用新的或什么 除非人家告诉我对不对 大概是这样子 你每天的习惯一般人都是这样 像你们的习惯可能就是B站 可能就是什么头条还是什么的 对不对 那我们的习惯可能就是Facebook YouTube Instagram 那这几个平台 这个在既有的这个习惯性就是这样 在现在在所谓的墙里跟墙外 我如果这样去分所谓的墙里跟墙外 那在这墙外的这几个平台上面呢 那我们接收的讯息来自中国大陆这边的讯息 都是由这几个平台来给我们的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 就是你不见得要去打开自己的墙 你才能够去影响到墙外的人 你打开自己的墙是你让你的人出来嘛 但是你可以走出墙去影响外面的人 就是让外面的人知道你是 怎么样 你懂吧 这个是不一样的嘛 哦我懂 对啊 那你不见得要打开自己的墙 才能影响外面的人呢 你可以直接走到外面去影响外面的人嘛 只是说你有没有想要这样做而已啦 就是当然可能有各方面的利益权衡 觉得不要这样做 我赞同这个观点 只是我觉得他们未必没有做 只是可能就是没有做得好到有被大家认识到 那就是做得很烂啦 对啊 那就是表现不好了 那只能这样讲 如果真的有做的话 那就是做的做不好了 那那妹子我再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那你觉得如果是针对几个大城市开放墙 你觉得怎么样呢 比如说像上海北京北上广深呢 这几个大城市开放墙呢 如果这样 呃这个他已经有一个香港了 并且他看到了香港的结果 那他没有必要再把上海也拱手送人吧 哦你觉得 哦你觉得会这样是不是 呃不能说就是拱手送人 而是说就是还是那个好处和坏处的问题 就这样做的好处没有多过这样做的风险了 我是觉得就是说实话 就是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的人有需要的 像之前很多人都分享了他们翻墙的经验和能力 他们其实可以做到让墙对他们的影响已经非常的相对小了 那对于那些没有去翻的人 如果他同时还生活在这种大城市 那只能说明他本身没有需要 也没有那么强的意愿要去翻 就是每个人可能生活中的重心是不一样 他可能觉得生活中另一些方面他就是得到了也还不错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把北上广深开放出来 对于他本身的利益不是很大 然后对于你开始说到说能不能够让外面的人就是多了解他一点 这本身也是一个就是把自己向外开放的一个举措 也不是一个真的走出去的举措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可以看到的好处 你觉得现在主要还是要保护自己了 我觉得其实无论是哪一个阵营或主体或立场吧 其实都是希望自己强势的方面走出去 弱势的方面保护起来了 那确实在这个地方他做的还没有那么强 对就像比如说可能做得好的TikTok他走出去了 然后就被别人把自己保护起来了 其实一样 一样嘛一样一样的意思 但是我的意思是 其实这一块战场以中国现在的量体跟未来的趋势 你们不能一直这样挨打了 只是说什么时候要去做这个事情 我就这样想了 是我确实认同这个 我只是觉得中国其实还是有比较长的路 需要就是比较比较稳的走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这么体量的一个国家 就是快一点和慢一点 就是相对来说并没有稳这么重要 所以虽然就是说可能很多会觉得维稳这个词比较不好听 或者是因为就是执行有时候可能过于一刀切 会也确实造成很多摩擦 但是其实如果反过来想想一个这么大体量的国家 确实不要出什么大乱子 是可能对于最广大的人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件事 我觉得你讲也是对的 因为其实因为我毕竟不是当家的人嘛 那当家的人有当家的人的想法 那他真的维持一个这么大量体的一个国家 然后稳稳荡荡的往前走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了 那我真的觉得这一方面中共真的是做得蛮好的 这十几年来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 而且该达到的也都达到了 不急不徐的一步一步的 好像那个乌龟赛跑的乌龟吗 不是乌龟啦 龟兔赛跑的乌龟 龟兔赛跑的 也可以乌龟赛跑 对乌龟赛跑 龟兔赛跑的那只乌龟啦 然后总是慢慢的去弄 比如说像你们上那个月球的那个长尔五号那个计划也是啊 我就觉得真的就是有按照计划就真的达到那个目的 我真的觉得蛮厉害不容易啊 十年磨一剑这种精神真的是很强很强 蛮佩服的 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他政策上比较稳的一点 他可能没有把握的政策就不会说出来 就废试大家知道 这这可能也是啊 这可能也是啊 但是说出来的 呃 这个叫什么 言必行 行必国 这这倒是 这倒是 对对 这个我我都觉得相对来讲 我们我们政府太丢脸了 好了 好了 那个那个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那个沐浴之 江西妹妹子啊 谢谢你啊 这个江西妹妹 感谢你支持我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谢谢